巴黎奥运会女排项目打响 揭幕战安排在C组 最终意大利3比1拿下多米尼加齐开得胜 四局比分为25比19 24比26 25比21 25比18 埃格努斩获全场最高的25分 多米尼加队接应刚萨雷兹 拿到本队最高的21分 B组第一场波兰女排3比1 日本女排取得开门红 四局比分为20比25 25比22 25比23 28比26 目前技术统计 日本队长古赫沙里 拿全场最高的27分 石川真佑16分 替补上阵的和田油继子13分 波兰队复工科尔内卢克 拿到本队最高的20分 其中有8个蓝王进账 大白斯蒂西亚克贡献了19分 总的技术统计 扣球55比67 发球4比5 蓝王14比5 自施19比25 波兰的发扣都不及日本 主要赢在王口实力 纵观全场 不得不说 日本女排打得还是很顽强 第三局到了局末阶段 还落后6-7分 硬生生的差点翻盘 第四局也是落后追赶制 率先拿到局点 不过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王子林是二财 他也是本届奥运会 唯一的中国级裁判 之前的国际级裁判 刘江哪去了 他之前一直是国字号头牌 至此 北京时间28号的两场比赛 一波笑到最后 这条路级裁判